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时还觉得比较开心 觉得终于自己变成大人了 可以买刮胡刀刮胡子了 这首歌曲延续了小科的一贯的清新校园崩 旋律朗朗上口 歌词立志 给人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亲切迎合了校园中即将成年的青年人的心声 我看了歌词之后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一个跟成人里非常相吻合的一首歌 就是说今天我终于18岁了 今天我终于要怎么样了 对 成年了 可以干一些小孩干不了的事情了 对 然后可以有自己的初告白 有自己的告白经历 其实都 我觉得就是一个从小孩变成了一个大人的一个转变 对对对 谈到告白 谈到情感 两位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 又会有什么标准呢 其实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说自己的那个 心目中理想的另一半 他的那个标准要怎样 因为我知道如果真的你碰上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的话 所有的标准都 都是浮云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杨阳说挺对的 我说凡事都是要讲求一个 一见钟情嘛 我觉得 对感觉 对眼了 很重要 投缘就好 是不是 不一定说要给自己设立一个标准 当然我有一个标准是不可以破的 就是我找的这个女生一定不能比我高 比我高绝对不可以 杨阳符合标准的 哈哈